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大家好 原本有一些問題想請問 想請教 但是這幾次的報告下來有些問題我覺得不突不快 先跟市長請教 理論上不論是會期一開始的施政報告 然後議員的質詢 或者是專案報告 然後接著的議員質詢 理論上應該都是針對您的報告內容來做質詢 比如說上一次您報告北易北流 市北科 那應該針對這些議題 那今天您報告雙子星大巨蛋 那我們應該針對這些問題來質詢 您覺得理論上是不是應該這個樣子 對啦 理論上 對嘛 就至少不能夠去談什麼宇宙大爆炸 那就算有些人要跳蹄 也應該要針對市政上來做質詢 這才是合理的質詢 對吧 對 可是呢 我們看到不論是從會期一開始 直到這兩次的施政報告的這個專案報告 發現有許多的同仁 要嘛送禮的 要嘛搞笑的 要嘛張牙舞爪的 或者是人身攻擊的 那不然就是來暢談自己兩岸關係裡面 要求市長反對大陸 要求市長支持蔡英文 要求市長向民進黨道歉 要求問市長到底要不要選2020的總統 請問市長您覺得上述這些問題 與市政的關聯性是不是絕少 對 好 那麼我們發現 如果今天議員來問這些問題 市長並不是成為跟議員共同合作 或者接受議員的監督來共同推行市政 而是市長成為了議員為了要搏版面上新聞的一個工具 我認為人民選出來的市長 最後成為議員搏版面作秀的工具 我認為不合理 市長您覺得對不對 我們 盡量啦 盡量 好 所以我認為 與其 作為一個議員 與其去花時間想要怎麼送禮物 怎麼樣做道具 怎麼樣來做人身攻擊 應該共同來努力推行市政 市長您覺得對不對 最好是這樣 所以我給市長一個誠懇的建議 如果再有同仁來向您詢問 一聽很明顯是與市政沒有重大關聯性的問題 市長您可以直接回答 這與市政無關 我可以回答 但是市民正在看著您 我提供這個建議給市長參考您覺得好不好 好 好 那麼最後 這個時間我還是要跟您報告 關於這些問題 我抓到了大概四五個問題 但是這些四五個問題 我會在接下來總質詢之前 邀請局處跟各個官員 直接來跟我進行溝通 就不需要在質詢台上來做解決 如果我們能夠直接的溝通 當面就能夠把更多的缺失 直接來進行改善或者是糾正 或者如果我的建議 直接可以讓局處來接納的話 能提早解決是不是很好 好 如果這幾天局處首長 沒有來跟我解決 或者是我要的所知 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 那麼我們就總質詢 再讓市長走著瞧好不好 好 OK 謝謝市長